鄭松泰很可能覺得 他又不是燒、又不是弄爛、又不是畫花 或者淺淡 所以 沒有違反國旗法 所以便可以玩 那就真是不作死 就不會死 就活該死 立法會議員 是莊嚴的公職 是代表市民去立法 在議事堂 也不是一般的地方 所以我們有責任 在議會裏 要將這一股邪氣 歪風撥亂反正 鄭松泰 作的立法會誓言 所吻含的承諾 就在他 盜插國旗、尖污國旗的一刻 已經完全違背了 完全是體現了 鄭松泰他 發誓當食生菜 沒有政治誠信的本質 和梁柔是一憂之勞 到現在這一刻 他都從來沒有就的行為 作出過認真誠狠的道歉 他一連串的行為 既無悔意 亦無反省 完全都是詭辯連篇 而他本來作為 教育工作者 更加是教壞小孩 誤人子弟 有副市民 對立法會議員 非常高的行為 守則的期望 對立法會議員 對立法會議員 是非常快的 是非常快的 對立法會議員 對立法會議員